徐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在 我被妈妈骂的时候 我就有想 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处吗 很好的问题 小朋友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要出生 为什么要活着呢 约伯记第三章 我们来看约伯怎么思想 前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很棒 他叫什么名字 约伯 还有牛羊 有孩子 也很敬畏神 但是有一个很可恶的 要攻击约伯的叫做 撒旦 撒旦来攻击约伯 让他突然之间遭受灾祸 失去了健康 失去了财富儿女 失去了妻子的支持 他的朋友来看他 而且他生了很重很重的病 他就在很痛当中 他就想 为什么他要活着 为什么他会遭受这些 生病那么痛呢 他想到他的出生 他就觉得 好痛好痛好痛哦 为什么 他不出生的时候 那一天变成黑暗 他就死在妈妈肚子里 不要生出来 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痛啊 他也想到了死亡 哦 好像就这样花凋谢了 那就没有感觉啦 那就不会再这么痛啊 那死亡 好像也就没差了嘛 而他心头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愁苦哦 就在这一章当中 约伯思想 人的道路既然遮隐 神又把他四面围困 意思就是 好像上帝也攻击他 为何有 光 赐给他呢 约伯思想 为什么上帝好像把他路围住了 而还要赐给他光 赐给他生命呢 约伯记这一章 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 从这本圣经 让我们看到 就是在约伯觉得 四面围困 都很黑暗当中 请问 有没有光啊 有 还是有上帝的光哦 还是有上帝的话语哦 我们小朋友要记得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绝对不是错误 绝对不是多余 没有价值的 就像这个花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美丽的 而当我们认识神 我们会得到神的光照 我们会明白 神因为爱创造我们 爸爸妈妈有些时候骂我们 请问妈妈爱不爱我们啊 爱 对妈妈很爱我们 才会来管我们嘛 而上帝很爱我们 上帝许可 我们发生的事情 也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哦 让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他 小朋友 为什么我们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上帝爱我们 上帝创造我们 让我们认识他的爱 也要分享他的爱 而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 我们来祷告 觉得苏愿你帮助我们 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很多的事情都是灰暗的 都是负面的 甚至觉得没有亮光 但谢谢主 即便这样 上帝还是要赐光给我们 赐安慰给我们 让小朋友能够信靠神的光 得着主的安慰 知道我们因着神的爱 会有价值跟喜乐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